建制派在政改表決時 時隔幾天 行政長官梁振英再提到這件事 給了一個定性給她 叫做技術性問題 原來這個技術性問題的定調 是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一致 據了解星期一晚上 多個親中社團主要負責人 出席駐港解放軍部隊的飯局 矽間就包括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我們聽聞張曉明提到政改表決 當時就說對表決的情況感到挾救 但認為建制派其實已經盡力了 只是過程出現了技術性問題 強調泛民才是否決方案的人 認為建制派槍頭應該一致瞄準他們 他還呼籲建制派要團結 更加是付諸行動 中聯辦即晚已經邀約全體的 建制派議員與張曉明會面 而建制派有人更加提議 改由議員現請 避免被人慶功應的感覺 即使是驗會的地點和時間 都是諸多意見 最後就由譚耀宗一錘定音 鎖定在星期四夜晚的九點半茶序 中聯辦在政改遭到否決之後 不夠一個星期 就經約齊建制派議員見面 政界中人就說 當然是想檢討投票的事件 希望各方從中吸取教訓 以及要加強建制派的團結和組織能力 他強調那頓飯不是想審判誰對誰不對 亦都說這個時候不是判斷事件黑白的時候 有知情人士更加主動澄清 中聯辦當日致電自由黨 是感謝自由黨發言的內容支持政改 以及實質通過政改的立場 並沒有稱讚過首崗位才是對的決定 希望其他建制派就不要有太多的揣測 說話就這樣說 不過有政界中人就說 不代表那些前事會一筆勾銷 認為中聯辦是希望在這一刻 穩住建制派的軍心 免事節外生枝 因為建制派短期之內要面對很多場選舉 包括11月的時候的區議會選舉 現在有多了明年的時候 湯家驊騰出的立法會新界東地區補選 聽聞中聯辦已經向議堂的社團表明 新界東這一仗是非常重要 一定要集中火力 而區議會選舉 北京都已定了議席的目標 所以此時此刻想法未分明 只是時辰未到 而政界中人更加提醒 當年自由黨23條倒過 董建華激發民憤 都是試過警遷之後才有所行動